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年是个百年一遇的年份 新型冠状肺炎给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每天因为新冠肺炎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数都在增加 目前除了我们大中国,其他地区似乎形势都不太好 新冠肺炎也让我们大家的日子普遍难受 工作机会在减少,赚钱越来越难 好多人失业在家,似乎到处都是负面情绪 我觉得新冠肺炎也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和理解生命和死亡这一对词语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时间不能被随意挥霍掉 我们还要坚定信念,加强自我能力的提升 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样才能赚钱养家,使我们生活步入正轨 今天给大家分享五个最让你珍惜时间的网站 第一个网站是This Much Longer 网站可以理解为生命倒计时 整个网站见面只有一个,非常简洁 点击右上角的Config 你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就可以显现 第一个是你出生的年月日 我是1980年,猴年出生 具体的日期我就不填了 第二个是你想活多久 我想到80岁吧 点击Update 网站迅速的用时间来呈现我的生命轨迹 第一个是进度条 我现在已经进入的生命的51%了 还剩下14310天 下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小方格就代表一天 所以我们要规划好每一天的生活 转换成月还剩下471个月 再往下 可以看到我只剩下39年了 我真的要在39年里要做点什么 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第二个网站是Death Date 也就是死亡日期 这个网站号称可以准确的预测您的死亡的具体时间 这个网站界面有点恐怖 是一个骷髅 整个的背景色是黑色的 我们选择Catulate 也就是计算 输入你的具体的信息 名字 出生年月日 性别 身高 体重 还有是否抽烟喝酒 吸毒 等等来推算 我还拿我自己来举例 1980年 性别难 身高 上面这一栏是按照国外的算法 下面呢 是中国的有厘米 182 体重 我们选择千克 我不抽烟 喝少量的酒 我又不吸 不吸毒 也不用药物 我们算一下 推断 我的死亡日期是 2043年 4月26日 那么我现在只剩22年 6个月 这个和第一个网站 差距好大 我感觉 生命更紧张了 下面是 所剩的秒数 折换成秒数 这个数字感觉好大 我心又可以放宽一些 网站只是一个测算 具体的风险 它不负责任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网站还有一些帮助 还有工具功能 其中有一个 Ciberity 就是名人 明星这一栏 我们比较感兴趣 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明星 在这个网站进行测算过 第一个是奥兰多 布鲁姆 这个好像是眼魔界里面的 我对它不太熟悉 选择熟悉的 第二个是帕里斯西尔顿 这个是一个交际花 哇 它比我小一岁 它的预测死亡时期是 2034年 11月8日 还剩14年 好可悲 我们再看一个 纳奥米坎贝尔 这是英国著名的黑人模特 外号黑珍珠 它只剩下6年了 它是1970年出生的 现在是50岁 既然是明星 我们当然喜欢看明星的八卦 我们看一下老帅哥汤姆克罗斯 这个就不准了 我们再往下看 安吉利纳朱利 75年出生的 现在是45 2031年 1月12日 只剩下10年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们再往下看 看看贝格汉姆的老婆 贝多利亚 2035年 还剩15年 再看看他老公 David 2029年 哇 只剩下8年10个月 具体的准不准 还请各位看官自己斟酌 大家不妨来测试一下 第三个网站是飞机坠毁信息 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网站 网站记录了从1962年到现在 所有空内飞机上乘客的遗言 也就是Lasworth 我们看到在正中间的Lasworth 网站还收录了一些 乘客坠机前尖叫的声音 还原了当时恐怖的情景 也收录了塔台与飞行员之间最后的对话 我们点开时间 飞机逝世的大概的情景 以及死亡的人数 塔台和飞行员之间最后的对话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 其实生命和死亡就是一瞬间的事 看了这个网站 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保护好自己 看到飞机逝世 让我想起今年年初去世的科比 我们看一下 网站有一个名人死亡的栏目 20世纪10年代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一下2020年年代 只有一条 名人就是科比布莱恩特 NBA的篮球明星 41岁 事发时间是2020年1月26日 当地时间9点47 location是加州 克拉巴萨斯 这是失事的飞机型号 原因 最后是9个人死亡 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我是科比的粉丝 在此缅怀他三秒钟 第四个网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刑事司法部网站 这个网站是记录了死刑犯最后的遗言 我们看一下 他目前执行死刑犯已经执行了570个 最新的时间是7月8日 我们看一下566号吧 犯罪信息 这是一个白人 1981年出生 入狱是2005年 当时是23岁 之前是一个工人 犯罪是暴力攻击的一个女性 是独立作案 我看一下他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最后遗言是 是的 我想在这向受害者一家 表示诚恳的道歉 对蒂亚斯家庭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不应该再次发生 最后他还追求他的妈妈 和这个Morella 故意是他的亲人吧 表示他的爱意 最后写了Moready 就已经准备好去死亡了 通过这个网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好的当下 很容易去干一些 违法乱纪 甚至是欺骗 诈骗的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 第五网站是死亡仪表 这个网站实时统计了 当年和当天的死亡人数 以及事业上20大死亡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死亡数字已经快达到10万 今年的死亡人数截止到10月26日 已经来到了4900多万 4989万人 数字还在不停的增加 今年的死亡原因 高居榜首的是冠状动脉疾病 第二个是中风 第三个是脉性阻塞性肺炎 肺部疾病 下呼吸道感染 脂肺管炎 糖尿病 通过这些高发的病症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要加强体育运动锻炼 要把我们的时间运用好 不管你处在哪个年龄 死亡是我们早晚会面对的 但如果我们能把死亡的时间不断的往后推迟 那这样会让你的生命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五个最让你珍惜时间的网站 其实这五个网站更多的是在解读死亡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其实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利用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